从前有一位年老的土耳其商人 他在市场上卖着自己做的布匹 每次他都只剩一丝丝的盈利 一天 他突然想到 如果他每天从盈利里留下一些 将这些钱再放一些时间存起来 也许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卖家朝劲 于是 这个商人开始慢慢地积蓄 每天把少量的盈利存进大缸里 然后默默地等待着将来的喜悦 几年后 他终于凑够了一定的数目 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和库存 然后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在那里找到了一家船公司 准备搭乘去卖家的船只 但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在海上行驶时 这艘船被海盗劫持了 不仅如此 他还被抢了劫财宝 只剩下了他常年存放的那个大缸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商人望着被劫的财宝 泪水连连 仔细观察了一下大缸里的硬币 他恍然大悟 他过去所有的积累和分裂 都只是为了最终拥有这一个缸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的旅程往往充满了困难 和不可预知的风险 成功也不一定固定在 我们最终抵达的地方 有时候 成功可能就在我们迈出 每一步的过程中 所以 无论何时 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坚持不懈地去做自己认为 对的事 并且不要为短暂的成果 而丧失了灵魂的方向 我们下来的 带上来的